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赏 对老杨私房查有兴趣的朋友 我们到我们网站去看看 网址去看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 谢谢支持 这近一段时间 并夫治国的历史轮回 是不是又重复的出现 围绕普京的精神状态分析的文章 见识又多了起来 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启示 俄欧战争爆发之后 西方媒体对普京的分析和评价 如坐过山车一样 先前毫无原则的造神 又多于悔 几乎都被一片咒骂声所淹没 当然这一切现象 跟中国的社交平台 截然不同 我最近发现 包括法国费加罗报在内的媒体 对普京的精神状态 精神分析有各种各样的本能论 我记得有一部纪录片 2015年美国PBS电视台 拍摄的一部纪录片 详细的描述了普京 从一个普通的情报部门的小官员 一步一步是怎么走向 俄罗斯权力巅峰的历史 PBS这个电视台是个非盈利性的组织 他们以自己的纪录片的客观公正性而闻名 另外一个是日本的NHK 以及英国的BBC 虽然这个PBS接受了捐款 但听说有严格的检查制度 以确保这个机构 不受任何捐赠资金的影响 但是至今为止 PBS的节目的客观中正性 在美国如果是第二的话 恐怕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第一 他还是有口碑 和某种程度的信誉的保障 好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 有关普京是怎么从一个 并不突出的克格勃的上校 如何攀障俄罗斯最高权力巅峰的过程 因为在此之前 我们在视频节目也介绍过 两本《病夫治国》的文章 这两本再重复一下 第一本是《病夫治国》是1976年出版 第二本的《非常病人》 《病夫治国》的续集是1981年出版 这两本书都有正式出版的中文版本 而且相当的畅销 我们知道这两本书的作者 都是法国人 一个是法国著名记者皮尔尔·阿考斯 以及另外一位是瑞士的医学博士 皮尔尔·朗奇尼克 这两本书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作是世界政治领袖的传记 第一本书涉及到罗列宁 史达林 丘吉尔·西特勒·罗斯福等人 第二本书涉及到 里根·安德罗伯夫·布麦丁 布麦丁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阿尔及利亚原来的领袖 等20位具有影响的国家元首和政府的首脑 这都是对世界历史 特别是当代历史 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 当然我们也知道 跟一般技术人物传记的作品不同 这两个作者是从医学 生理学 心理学 这些独特的角度 窃入这些大人物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书中描写的这些世界级的大人物 不为人知的身体的毛病 以至这些身体疾病 在这个重大历史时刻所扮演的 不容忽略的角色 病夫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在普通人的心目中 这些刺诈风吟 影响世界人物的形象 往往是抽象 而且被理想化 好像这些人真的没有七情六欲 没有喜怒无常 不会高血压 不会高血糖 血脂也不会太高 场务也不会放屁 没有便秘之类的影响 他们只是一部智慧和理性的机器 对足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件 进行了决策 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这一点 孙立平的观点是 病夫治国是观察国际政治中 一个重要而往往被忽视的视角 他提醒大家注意 在上述这两本病夫治国的书 提到了病夫 都是战前战后国际政治的风云人物 他说就肉体而言 伪人和凡人 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 他们所承担的角色 他们担负的责任 使他们不能不努力 抑制凡夫俗子的随意和任性 但是身体 以及身体相连接的情绪 不可能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个观点 孙立平引述了一段历史往事 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军方的战略情报局 曾邀请了两名心理学家 对希特勒的心理状况和行为规律 进行分析 其中一位心理学家莫里 向美国军方提供了一份 对希特勒心理的分析报告 即很有名的阿道夫希特勒的人格分析 及其未来行为的预测 以及现在乃至德国投降后 对其处置的建议 很有名的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简称为莫里备忘录 这份报告说明 希特勒在行为上有很多的怪癖 同时还患有神经衰落 歇师底里 偏执狂 精神分裂 无限制的自我贬低 美毒恐惧症 等多种的心理疾病 报告对希特勒的行为 做出了这么一个预测 希特勒会躲在地下岩壁体里 是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开枪自杀 这一个预言 在1945年4月30日成为了现实 他说这个故事说明 政治家们虽然占据的是宏观历史舞台的中心 是神一般的存在 但他们的行为和小小的肉体是分不开的 而且科学研究也证明 人的行为受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影响 而生理和心理的互动也是双向的 刘在夫也经常用多重性格组合和双重性格组合来解释 文艺创作里面的人陆的矛盾和各种各样的现象 其实现实政治中 这些大国领袖们也都是具有多重性格和双重性格 我们谈到了医学和生理学和心理学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我们可直接的切入 这些大人物的健康状况 性格特点 生活情绪 与这一切跟政治生活的关系 这些是从其他角度很难介入的 比如说他们的酒量 他们是不是有酒精依赖等等 所以他认为这两本书 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色彩斑斓的历史 我们还可看到这些历史进程 和老年痴呆 和老医学前兆 和心肌梗舌的前兆 和强迫症和抑郁症和妄想症等 疾病交织和关联的一些过程 很有意思 对于这些政治人物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因为大多数的政治人物 在攀升至权力巅峰的时候 往往连事已高 或者或多或少带有一些身体的毛病 当然我们要看到 疾病和健康的问题非常重要 他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寿命 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状态 尤其是后者 才是我们要关注的 正因为这样为止 上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两位连事已高的候选人 特朗普和拜登 他们的身体和健康状况 一直成为选举过程 人们关注和议论的话题 好了 有人就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尼克松没有强迫症 如果亚尔塔会议中的 罗斯福很健康 如果列宁没有因为 梅毒的重度的感染 他的健康状况允许他参加某些缓和 和当时欧洲诸国的关系的会议 历史是不是会有所不同 这个社问的前提就是 历史 历史关键节点 跟领导人健康与疾病的关联 当然我们也知道 历史是错综复杂的 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 我们理所当然首先会想到的是 政治经济军事理念 策略磨略身边测试提供的意见 主要领导人消化的程度 这些因素当然很重要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 在决策者进行决策的时候 他们的身体状况 他们由身体不识影响的情绪 会不会在重中起一定的作用 比如叶利钦经常酗酒 喝得五迷三道的 那个人说的话是不算数的 他们告诉我中俄边境的刊定 中国的外交谈判的代表 总是可以把俄罗斯的代表灌得烂罪 罪话过程中 所有的承诺是非常令人可观的 但是这个哥们醒了之后 一概不做准 从头来过 这个跟病夫没关系 跟酒精有关系 在一些我们看到重大的历史事件中 我们经常还可以看到 有些决策鲁莽而清算 在他背后 往往是决策者的粗暴和烦躁 谁能说 这中间没有身体状况的原因呢 但如果说有以身体影响的情绪 对决策有微妙的作用 还是若有若无 现在我们只能猜想 我们只能揣测 但是还有一些因素 是显而易见的 这就是生命周期的影响 生命周期的影响 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 意气风发 志向高原 到了真正有机会 实现自己报复的时候 却往往已经是 饱经沧伤 连脉体衰 甚至疾病缠身 接近了生命的终点 这个时候呢 会很自然的 不可避免的面临一种 宏愿跟无力感之间的 巨大张力 而这个张力会产生 一种胶着和暴躁 表现的行动上 就是一种不可思议的 急躁和鲁莽 这是什么现象呢 这是一种背水一战 不是跟现实政治的背水一战 是跟自己生命的背水一战 跟自己的背水一战 要命 背水一战的频率太高了 现在 第一 对大多数国家来说 并夫治国至今一难 极权或者极权的国家 的权力结构 尤其是领导人终身制 并夫治国的发生概率 尤其明显的非常的高 当然 柬埔 朝鲜的金正恩的世袭制 柬埔在鸿神公开表示 自己要干到 觉得自己不想干为止 我觉得是属于特例 第二 近代历史上 近现代历史上 诸多重大历史进程出现 意想不到的开始和结束 跟领导人的老年痴呆 老一血前兆 心肌梗涉前兆 强迫症 抑郁症 妄想症等疾病交织关联 以及生命周期的影响 因为大多数政治人物在攀升到 权力巅峰时 往往连事已高 或者或多或少 有连带疾病 身不由己 有心无力 跟自己的生命做 被死一战的症状 第三 围绕着俄乌战争的 这几个相关方 美国总统拜登80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9岁 俄罗斯总统普京70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4岁 法国总统马克龙45岁 德国总理苏尔茨64岁 英国首相约翰逊58岁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51岁 或者他们已经是 连富力强接近更年期 或者精神泛化进入老年期 对他们的身体状况 现在都是高度机密 以色列就是从老阿萨德总统 知道叙利亚的政局的变化 就是点滴的小便的尿液 就知道他已经是 前列腺炎癌的晚期 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挂掉 这以色列就对戈兰高地 以及面向叙利亚和中东局势 做了预先的安排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美国的邓小平晚年 患病期间也千方百计要 搜寻邓小平的体检报告 当然没有得逞 也都是情报部门对领导人 是不是进入了 病夫治国的一个状况的兴趣和了解 当然我们第四点知道 纯粹从病夫治国的角度 观察一个国家领导人 在重大决策问题中的行为表现 也还不够 其实还要需要跟这个国家的决策制度流程 是不是符合科学化决策的一个指标 是不是愿意广纳建言 而不是动辄说人家是一派胡言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 老杨可以说老杨到处说